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接下來是我們張浩漢議員的市政總質群 以及我們其他民進黨團的聯合市政總質群一併 我們現在開始計時 好 謝謝主席 議長 市長 市府各單位的主管 在場的議會 各位同仁 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我想剛開始的五分鐘的一個時間 我先提供給我們濃染區林敏勳議員使用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那感謝我的好同仁 我們浩漢議員 給我五分鐘的時間來詢問一下我們市政府 原本這個事情我是當下很生氣 那現在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冷靜一下其實氣算消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我覺得非常的嚴重 不應該要拿在議會裡面好好讓市長知道說有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我們受到這個 就讓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剛才我詢問的是市長說 教育單位是否應該犯政治化 我會問市長這個問題就是說 五月十號 因為五月十二號是我們的禮拜天 是那個母親節 那五月十號的時候 我在濃染區的某個小學 某個小學的門口發康乃馨 那就有學校的老師過來跟我講說 欸 議員 你不能在這邊發 那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 我在學校的那個警衛 我沒有進去到我們學校 我們在我們學校的正門口的那個空地前面 那算是公共空間吧 那他過來跟我說 欸 你不能在這邊發康乃馨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 我今天是來這裡 我不是文宣啊 我又不是發文宣 又不是發任何政治選舉的東西 還是說任何違禁品 都沒有 我就是單純的發一個康乃馨 那給我們來送小孩上學的這些家長 尤其是偉大的媽媽們 那他就跟我說 不行 那我當下其實 我蠻care的當下 但是我後來我還是沒有 因為那個送這些溫暖的制衣要緊 我就沒有繼續跟他多講 我就一樣做完我的工作之後 當天下了大雨 我跟我的助理 我們兩個在那邊發 發到八點的時候 那那位老師後來是有過來跟我講說 欸 議員不好意思 我們不應該這樣子跟你講 貓妹跟你講這些 那當下其實我就沒事了 我就ok 好 既然你們都有到現在就好 比如說道歉 就是有回拍子 我就想說沒事 後來我上車之後 因為那天下了大雨我開車 我帶著我的助理 也就是我太太 帶著我的助理 上車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沒有聽到 是我太太跟我說 原本他要把我拉走 我說為什麼你要把我拉走 我們在那邊發好好的 而且重點是我發的還是 我們林友昌林市長所競爭的康乃欣 我等於是替我們市長在做 做制衣 把這些制衣給我們這些媽媽們 上面發的是林友昌市長的競爭的花 那他跟我說不行 那後來我上車之後 我太太跟我講說 他們那個老師過來跟我講完之後 請我說請我離開的時候 當下我沒有理他 後來他回去到校門口 跟校門口大概有兩三個老師在那邊講 說你去把他趕走啦 你去把他趕走 我還特別問我助理說 你有天要趕這個字 他說對 他就是因為天要趕這個字 那時候想說要把我拉走 我說哪有什麼什麼趕不趕 你用到趕這個字太誇張了吧 然後那個老師過來跟我講 那老師說你去把他趕走啦 然後旁邊的老師就說 你不要每次都叫我當壞人 為什麼 我剛才就去趕過了 為什麼你們不去 你去把他趕走 我現在很納悶地說 第一個 我不是發任何政治文宣的東西 那你過來跟我講說 你們學校的立場 不適合什麼東西的 那時候要把我趕走 趕走我是沒聽到 如果當下我聽到 我覺得當然發飆 什麼叫做把我們趕走 我們是蒼蠅 是老鼠 是蟑螂 把我們趕走 我們是民意代表耶 啊我們在門口 發康乃馨 發著市長林佑昌的 自證的這個康乃馨 發給民眾 代表市長 跟我們的民意代表的祝福之意 我不知道這哪裡 有什麼任何問題 用到說要把我們趕走 這個這麼讓人家 難以這麼刺痛 人家的那種 那種言語 比尖銳的話語 比刀子更可怕 那一天我當場發飆 我聽到這個時候 我馬上問 那個校長說 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民意代表 和你用管的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市長 對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想如果是如林敏勳議員 所講的這個狀況 的確是有一些不是很適當 因為第一個現在不是選舉期間 那也不是發這個競選文宣 那第二個這個也沒有去干擾到這個 這個學童或者是家長上下課 這是一個溫暖的一個母親節的一個 致意的一個動作 我想可能是有點太敏感了 那不過這樣子是 的確是不恰當 那如果言語上還有說 所謂這個要把這個議員趕走 我想這個更是不恰當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後續應該教育處這邊 也有去做一些了解 跟處置 我想是不是請這個陳代理處長 來做一下補充說明 沒關係 因為我跟浩漢界的五分鐘 即將要到了 我這邊其實 我就是想針對這件事情 讓市長知道說 其實我們教職同仁不應該 尤其是教育工作者 不應該如此翻政治化 什麼事情都扯到選舉 都想到藍綠 想到政黨 選舉都過半年了 已經半年了 而且我們今天是母親節之意的活動 我不懂 不給我發的立場是什麼 不是說我一定硬要在那邊發 愛在那邊發 重點是你過來跟我講的東西 而且又要趕這麼尖銳的一個 這個這麼致詞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受傷 那說到底什麼叫做把我們趕走 然後你說你學 剛才副作也有講 說你行政要中立 那我請問一下這張照片 因為我簡報已經給浩漢了 那個簡報使用 這張照片 沒關係 我拿到前面給市長看 來不好意思 因為究竟 市長請你看一下 剛才教育處長說行政要中立 那為什麼 學校的門口的欄杆 會有這些競選步條的出現 那這樣有行政中立嗎 拍得到嗎 我們順便幫我們那個 現在要選舉的 我們韓議員藍議員 來打個廣告 為什麼你說學校要行政中立 但是你學校門口的欄杆 是掛選舉候選人的步條 這邊只是其中一個 旁邊這邊還有我們 國民黨黨部主委 黃熙賢的步條 那既然都講了 我們就把所有要參選的 立委候選人都講 還有宋偉 宋前議長 那還有我們蔡司英立法委員 他們都做得不錯 好 那沒關係 這都不是重點 我要問市長是說 我回去講 今天是以比較輕鬆的方式 因為當下我真的很生氣 還好那個時候不是總質詢 不然我現在可能像 剛才那個之前的莊金森議員摔直了 我現在是心情蠻平復的 還很OK 但是當下那個感覺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那我希望市長正視這個問題 教職 尤其不管是公務人員還是誰 都是保持席政中立 但是不要如此犯政治化 尤其是我們教育的工作者 我今天從最後30秒就好 我重申 我沒有針對任何學校 沒有針對任何老師 你像哪個學校哪個老師 我都沒有講出來 我就是只是針對 就是說這件事情的發生 讓我非常的不舒服 那我會遇到 那是往後 每一個候選人 還是說每一個名義代表 每一個議員都會遇到這件事情 那以後我發了市長連肉湯的花 那是不是市長到 那個學校也都不能發東西 謝謝 謝謝 那個可以麻煩資訊室切到簡報畫面嗎 好 再一次感謝我們林敏勳議員 那我想 現在開始是 我本期第一次 市議會 第十九屆第一次 定期會的一個私人總質詢 那針對第一個部分 我想 這個在這一次市議會的一個討論提案方面 其實我們之前有針對 所謂的一個節能家電的補助的部分 那在報告事項的時候 有做了一個非常多的討論 那當初我有針對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 基隆市 一個電動機車 對於跟全國的一個補助的一個方式 那一個比例跟標準 有提出了一些的一個看法 那我想今天我先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上面的一個 我做的一個簡報的一個內容 這一個是我們現在全國幾個包含 台北 新北 桃園 以及新竹市 那目前的一個電動機車 那它的一個總數量 以及到我們2019 今年5月22號的一個數據 那我想在從這個政策 大概從2009年開始推動 到現在已經將近十年的一個期間 那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上面的一個數量 其實上面的這個橘色跟藍色的一個橫條 其實就是代表我們 全國各縣市目前 太換電動機車的一個指標 那其實在桃園市目前 它太換的總的數量是48486 那在今年也太換了9559步 那我們不要以直轄市來論述的話 現在我們在同樣的一個縣市規模 大小人口比例差不多的一個新竹市 目前在全國累積下來的數量 也達到3061 那他們的2019的一個數量 是總共640輛 但是大家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 基隆市的一個圖表 基隆市目前在2009到2019這10年的當中 累積的統計 台幻電動車的一個數量 是總共為708步 那到今年為止 到今年的2019整年度來講的話 是108步 那我想其實在台灣現在的一個目前的狀況 我想社會 其實世界不斷的在一個進步 綠能的一個產業也不斷的一個興起 那對於一個高污染 高排放量的一個 不管是交通載具 或者是說其他 包含所謂的發電的一個設施 其實在國際間在台灣的社會當中 也逐漸遭到太患 那其實我想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其實在基隆大家可以比較出來 其實在全國各縣市的一個數量來講 其實我們有一個明顯的一個落差 那其中 當然裡面包含了幾個問題的一個存在 但是最主要 我們接到很多的一個反應 因為本身也是 電動機車使用的一個族群當中 可是我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一個 對於全國 新構型跟太構型的一個補助的一個額度 我想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基隆市 不管是在新構型或者是在太構型 它的補助的一個額度 其實都是淨賠莫做的 不是倒數第一就是倒數第二 那這個圖條有可能比較看不出來 我把這個切換過來 這個是我用一個質量表的方式 把這些數據呈現出來 其實基隆市你看 在全國的補助標準之下 其實都是在非常後面 那我想針對於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環保局長 那我想針對這樣的一個補助的相關的內容 那我們基隆市在未來 有沒有可以訂定一個相關的方式 因為我知道基隆市的 包括這900跟這個1500 都是由我們基隆市 污染防治基金裡面來所支應 那我想鼓勵市民或鼓勵國民 那更換所謂的一個較低污染的電動載具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國家來講 是一個重要的一個事情 那減少對於一個城市的一個污染 我覺得因為我們來講 不管是在近幾年我們提的 所謂的河川的改制計畫 包括港區的相關的 包括接下來邪惡電廠要廢疫的相關的事情 其實都是對於我們基隆市的一個空氣 其實環境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我想電動車的這個部分 也是必然的一個可以推動的一項良政 那我是可以請環保局長 首先針對於我們基隆市 未來有沒有可能提升 我們對於電動車的相關的一個補助 來說明一下 謝謝張議員對於電動車的補助的一個關心 我首先要先說明一下 電動車在基隆其實有兩個最大的問題點 第一個就是 基隆是屬於一個多餘的 第二個狀況是 低隆是三坡地的 95%是三坡地的 其實對電動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量 那之前我們是考量說 這個電怕水的這件事情 升值在基隆的人的心裡 然後對於三坡地 其實對電動車是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更多的電動車的業者 能夠針對基隆的一個銷售 不是只有在補助 能夠跟我們的市民好朋友能夠說明 其實電動機車可以克服基隆的一個三坡地 電動車現在目前的防水是可以 所以剛才 亦宇宇宇宇宙所提出來的增加補助的部分 我們可以考量 未來有更多電動車的一個車廠 能夠將好的電動車能夠投入 我們可以增加佐餘增加補助 謝謝局長 那我想針對一個補助的部分 我想剛才局長提到的是 左衛的電動機車它的硬體設施 它的能量能夠達到基隆市的一個相關的天然的一個標準 可是我現在想要針對於補助的部分 我想在全國的 不管是在這個系統是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是業者他必須克服的 但是因為我們對於電動車的補助 真的跟全國的比例比起來 其實有非常明顯的一個落差 那我想是不是有一個可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用上一句好了 我們以新構重型的這個標準來講 其實我們不要比 不要像我們的桃園市 或者是說我們新北市 或者是台北市來做比擬 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 像我們的一個南投縣 或者是一個台中市的一個標準 能至少把我們從現在 新構重型的一個900塊的一個標準 至少提升到4000塊 那我想這樣對於我們基隆市 來泰購所謂的電動車的這些的民眾 能有一個更好的一個 福利的一個措施 謝謝 我們因為我們是 北北基的一個共同生活圈 那原則上對於電動車的補助 我們原則上會比照雙北 目前雙北在108年109年 大概預計大概都是補助4000塊 我們大概以這樣的一個水準 來做未來的一個補助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希望針對這一塊 看是不是有機會 在今年的下半年間 那我們可以從我們局內尋找 更多的一個預算的數額 來提高這個對於電動機車的一個補助的事項 謝謝局長 好 下一個部分我想先稍微詢問一下我們公務處 我們基隆市政府辦理轄區內非封閉巡社區道路 道路路面的一個維護 現在我們其實在林永昌市長上任了之後 我們在2016年就通過我們的一個辦法 那其實我想先請公務處長回答一下 我們在2016年 我們也有編列2000萬的一個道路維護的一個預算 那我們現在在處理我們的非封閉型社區道路 的一個路面維護的相關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的成效是怎麼樣 謝謝張議員的關心 因為這個計畫在105年定出來實施之後 大概唯一有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就是 壯觀社區的那個道路重鋪 大概那筆預算就是花在那邊 然後目前因為全市的道路 其實我們主幹道的要鋪足的地方是非常多的 然後整個大概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法令的問題 符合這個法令的部分 大概目前就是兩個 一個是壯觀台北 一個就是那個大慶大成的三五八十弄的 唯一有做的大概就是這兩個區塊 好 謝謝處長 針對於剛才處長來講的這部分 其實在相關的一個法令面向 其實或者是在這個規範上 這個是我查到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資料 那我想這個部分是針對於我們 非封閉巡社區道路 維護管理的相關的一個原則 那這個大概是政府提供的 這個部分的文字的內容 大概我稍微簡單的念一下 只要是該路段是都市計畫道路 都是按開闢都市計畫道路的範圍來做辦理 那如果是未開闢的話 則依原路線型辦理道路維護 那最主要的是還是希望 道路的土地所有全人 能夠無償特定的提供 一個公眾通行的一個 同意書及地籍的一個資料 那只要非是 不要非都市計畫道路的範圍 只要經指定建築縣 認定為現有的一個巷道 只要出具土地所有全人的一個同意書 那其實這個是公務處可以協助管理維護 我這樣講是不是 是 大概只有兩類的 一個是都市計畫道路屬性的 一個是指過建築 那個認定是現有巷道 然後指過建築縣 但是兩類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一次性的維護 好 那我想這一個部分 真的首先還是要先肯定市府 同仁在肯定林又昌市長 及我們市府的各局所長 在2016年我們定了相關的 一個管理的一個辦法 讓我們針對於 非封閉型社區的道路 有非常多可以解套的一個方向 那下一個部分 我想針對於這個 我想要提一個 在我們中正區的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在兩個月前 是由我們鄭沙里 移民發里長所提出 他提出的方向 他提出的一個地方 是位於我們鄭隆街 77項 我們金鵬萊社區的一個場域 那針對於這部分 這個是民國88年的時候 我們李建勇市長 他當時還在任我們 金鵬市市長 當時有一個市民接見 那當地的移民發里長 發動了非常多的一個禮民 到了市政府來做陳情 希望把我們相關的一個社區道路的一個狀況 就是包含金鵬萊社區的這裡面的範圍 能夠協請公務處來 以及我們當時候的建設局來做協助 那協助道路的一個重新的鋪設 那這個是在當時候的市長第一次接見的時候 所做的一個會議的一個結論 因為當時他是希望要求我們的金鵬萊社區的一個居民 能夠出具土地使用權的一個同意書 那在下一個 在下一張來講 這個是在88年1月的時候 再重新再接見一次 當時的一個社區 那已經提供了所有的一個使用權的同意書之後 那市長那時候 李建勇市長當時的財事是寫請公務處 以及建設局進行討論來辦理 那在這一個接見完了之後 據李議長的一個所述 在不久之後 我們的市政府就重新的做 重新的對於當地的一個正中介77項的社區 來進行重新的一個鋪設 那我想在今年 李議長在前一陣子也有辦理相關的一個會議 我本席辦公室也有辦理 希望說金融市政府能夠重新的 在思考這樣的一個社區道路 因為我們的規定辦是五年管理 就是五年的期限之後 五年期限它不再重新再做施作 或是它也不能進行道路的一個挖掘 可是這一個部分已經超過了20年 那我想詢問一下 公務處針對於這個非封閉型社區道路 現在的一個部分有沒有可能來進行 所謂的一個重新進場 再做協助社區做刨鋪整理的一個方向 跟張議員回報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社區到底符不符合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我們訂的那個維護計畫 假如符合那個維護計畫的話 它還是可以來提出申請 然後因為那個時間上應該是超過五年了 當然是可以提出申請 另外一個我要提的就是 因為全市這種社區應該算是通案 通案的部分非常多 然後以目前基隆市政府的財政狀況來講 我們道路養護的經費是有限的 所以這一部分可能還要再研議 看看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來處理 那其實處長針對這些部分 我有稍微向我們養工科詢問過 當然養工科跟我的一個說法是 它必須要重新來認定所謂的一個指定建築線的一個部分 那我想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圖是我向多發書調出來的 這個是所謂的正隆街77向現在的一個狀況 紅色的部分就是已經經過指定建築線完成了 下一個 這個也是一樣 這一條是中正路 這一條是正隆街 那如果未來在這社區 因為它社區內部當然有一些部分的空間 是進到所謂的社區的屋簷裡面去的 這個我覺得我們可以不用討論沒有關係 但是在這一個已經經過指定建築線的 相關的一個範圍的時候 那其實住戶他們現在反映說 民國88年他們其實已經提供給市府同學書了 但是我們現在很難理解的是說 我不知道公務處對於當初是誰鋪設的 大概有沒有一個概念 因為這部分我就比較不清楚了 那以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假設它這一條 現在它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它已經有 我們一個執行建築線已經指定了 那這個社區它現在的道路能不能鋪設 如果他們提出適當的一個申請 他們還需要補送所謂的土地使用全能的同意書嗎 因為目前的申請規定還是要啦 我會建議還是取得土地所有全能同意 因為88年的那個時空背景 正常來講的話 因為屬於私權的部分 正常公部門公款應該是沒辦法做的啦 我不知道那個時空背景 我不知道有什麼特殊的考量 所以後來市長上任之後 我們在105年才訂了這個計畫 變成說我們公部門的公款 可以協助私人社區做這些維護的工作 這部分我覺得細節的部分 就是我們個案在跟議員做進一步的討論 看要怎麼樣 假如真的都符合了 然後後面就是裁員籌措的部分 好 謝謝 那我想針對於封閉型社區道路的相關維護 我們黨團內部還有其他的議員 也有一些的想法 那我現在是請鄭文婷議員 是 初早我想要請教一下 像剛剛浩漢議員他提到的這一種狀況 在我們人愛區其實 應該是說那是屬於開放型的社區 在我們人愛區是光華國宅這邊 那我聽他們 就是說光華國宅的一些住戶他們講 是說那邊的道路好像也還沒有由公務處這邊來維護 不曉得是不是如此 光華大廈社區內的道路應該還是屬於私人所有 所以不太可能就是移給公部門來做維護管理 問題符合剛才講的那個我們訂的那個維護計畫 當然我們還是五年以內 那個不要超過 反正五年可以提出一次申請 我們來做一次性的維護 那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現在他們不是公務處這邊在維護 那他怎麼去算那個五年 我們這邊會有 他們應該說社區管委會會會來跟我們申請 申請我們有一定的程序 那個程序走完了 我們大概都會有紀錄 才開始嗎 對對對 好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像有符合這些規定的 他也許可以得到市政府的一些協助 然後來幫他們做這個道路的一個維護 那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像這些私有的這一個產權 他們可是這個土地其實是公眾在通行 就等於它是一個繼承的一個道路 對不對 好應該這樣子去理解這一件事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可能去協調當地的社區民眾 他們把產權移出來給市政府 那這個道路就可以由市政府來去維護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邁進入三項 大概市長也做政策上的財事 是啦 地主願意把土地捐出來當道路使用 然後基隆市政府也接受了 啊當然那個後面的維護管理 就是管用而已 土地也是我們嘛 那管用而已 當然 該進場維護的 我們也要進場去維護 只是說 我怕這種因為私人那種我們講的啦 就議員講的一般民眾認知的那個繼承道路 其實跟大法官的四百號解釋那個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大家認為反正就是 田優樓 田優樓那種全基隆市的那個面積實在是太龐大了 我覺得市政府可能財政上的負擔是負擔不齊的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是說定一個標準 譬如說你這個繼承道路你的巷道多寬 譬如說像剛剛處長您提的麥金路三巷這邊 其實它那個路幅是很寬的 那像光華國宅這個成功一路一百三十三巷這邊 其他的路幅也是蠻寬的 那跟我們一般觀念裡面所認為的這種繼承向道比較狹小的 這個是有一些區別 那我們能不能先去把這些稍微做一個盤整 那把可能可以把它列為道路用地的這一些把它整出來以後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跟社區 如果社區他們願意的話 那跟社區去做一個產權的預算 那由市政府這邊來統籌去管理 為什麼要提這樣的一個建議就是說 其實很多民眾都會抱怨說那個路不是很 就是說可能他們社區的路 因為沒有那麼多錢可以維護 所以他們就變成在行的方面它沒有那麼方便 會有一些坑洞或者甚至說如果雨天下這種梅雨季 下久一點或下大一點他們那個路就會壞掉 那他們當然會期待說公部門這邊能不能夠協助他們 那當然考量到市政的這個負擔 然後財政上的一個負擔 就是說能不能在預算許可的範圍之內 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還是要跟鄭議員回報 因為那個我們現在看到路啊 有可能是當初為了蓋房子的一個失色的道路 那個道路後面要整個移給地方政府來做維護管理 我覺得建商蓋房子所有的好處都獲得了 結果最後那個通路失色的道路 因為要臨界建築線 它沒有臨界的話可能就要做一條失色的道路進去 假如這種道路每一條都要地方政府來維養 我覺得困難度非常高啦 你不要誤會 我的意思是說當然都是必須要在符合我們現行規範的情況底下 而不是說全部通通都納入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必須要去盤點這些東西 這一些可能可以 譬如說像我們講到邁進入三項這邊 它如果沒有臨建築線的話 我們也就等於這件事情不需要談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談這個東西 就表示說這個是有一個必要性 我們必須要定一個 讓民眾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期待 可能可行的一個方向 讓他們知道說我們的社區為什麼不能這麼做 因為我們違反了這一些規範 所以沒有辦法達到他們期望的 我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而不是說你就是 只要是那種失色道路全部通通都納進來 並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像那個路幅那麼大了 也通行那麼久 而且事實上除了人在走 車子也在走 而且連那個比較大的那種巴士都在走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還是認為說你這是失色道路 所以我沒有辦法納管 這樣子恐怕對於整個城市的發展也好 或者是說道路的維護上面來講 可能也都沒有那麼妥善 這一部分是不是允許我們 可能內部我們跟法律相關的 我們先討論一下 到底那個法律層面我們到底站得住腳 站不住腳 因為目前的規定當然是 市政府真的是 因為礙於法令真的沒有辦法 市長也是講嘛 該替民眾解決問題的我們都很樂意 現在礙於我們公務人員要依法行政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會進一步來研議 看能不能有一個解套的空間 是 那我們希望公務處這邊能夠多多協助 好 謝謝 我想剛才針對我們鄭文廷議員所述的 其實我們擁有一個同樣的一個想法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來舉鄭榮街77項 這一個為一個例子 大概也跟處長說明一下 其實對於我們身為一個地方的一個名利代表 我們接受到一個民眾的一個陳情 那其實因為這一個部分 它其實是在民國88年的時候 當時我不知道的時空背景環境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在那時候的一個市場接見完畢之後 確實有我們的一個公務的一個部門 進到那個社區 協助社區做一個道路的一個相關的改善的一個措施 那對於一個對人民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當時 其實就在他們的一個努力之下 政府進來了 協助他們做一個改善 但是現在他們遇到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認為說奇怪 以前的政府可以 為什麼現在的政府不行 當我知道說 時空背景的不同 法律面向的一個改變 造成有可能我們現在 對於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們在推行推動的時候 有了一個更多的要求 更高的一個標準 那可是我覺得在我們的一個同仁 到現場來做說明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像我半會刊的一個結論就是 以前的人都不知道 我查資料不知道 人都照 可是對人民來講 這個是一個政府部門的 我們是公部門 我們不是一個私人的一個機構 其實公部門在做任何的一個政策 或者是說在做建設的時候 我不相信沒有留下一個任何的資料 那我想今天如果今天只是單純 認為說你倒不想鋪設 那如果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一個卸責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 可能是不應該的一個 但我不知道當初的時候 背景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人民是可以 來進行溝通 那只是現在這樣的困難 我不希望說大家就只是以說 以前資料不見了 那我不知道 那反正現在就是重來一次吧 那我不知道現在你們要怎麼來進行 那我想在這個不只是 所謂的中間區的 陣容界七項會發生的問題 包含所謂的 剛才鄭玉言提到的 麥進路三項這個部分 我希望四分府 我們在公務處 未來在做一個封閉型社區 到處管理維護的時候 能夠積極來協助 我們這些提出申請的這些社區 來協助處理他們的這項一個事務 那這個部分的話再麻煩處長 下一個部分 這一個是現在 是我們都發處在我們破壞 在整個基隆市都市再生的一個策略計畫 那我想這一個部分 非常首先還是感謝 我們市政府在近幾年 對於基隆市那城市的一個發展 有了一個不一樣的一個想法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在網路上 也調閱了非常多的一個資料 那其實也看到了 包含了我也參考了其他國家 港口城市的一個發展 包含了所謂的新加坡 包含了橫濱的一個港口 以及我覺得跟基隆比較相似 大概是我們美國巴爾地摩的一個港口的一個設施 那其實我想舉一個例子 那其實 就是以巴爾地摩為一個中心 其實巴爾地摩在20世紀初的時候 它是一個美國重要的一個石油及化工產業的一個港口 那其實隨著二次大戰世界結束了之後 那這個港口的一個相關的工業的機能 隨時來沒落 那港區那邊的居民開始重新來思考 那整個內港區的一個定義 那其實因為工業的一個衰敗之後 裡面有非常多的一個老舊的廠房 那沒有辦法經過使用 這也加速了所謂的巴爾地摩內港的一個重新再度發展 那所以在內港的一個區域的時候 當時它一個重要的發展就是 以旅遊觀光導向作為它的一個新的一個取向 那現在巴爾地摩內港區其實 它已經調整了所謂的整個一個產業 那現在朝我們的商務中心 休閒娛樂區展館區以及觀光 旅遊觀光區的四大工人 為一個像現在城市發展的一個目標 那同樣的我想基隆港也面臨了一個同樣的一個現狀 隨著國際的一個貨櫃市場逐漸的一個萎縮 我們的港口機能已經漸漸的開始轉變 包含我們的一個地方的包含貨櫃的產業 報官的產業 報宴的產業也逐漸的萎縮起來 那其實現在看到政府對於整個港區的擴畫 其實在年輕的世代感到其實非常的一個感動 但是我現在想要詢問的是 其實配合著我們現在東岸的一個軍港 及貨櫃港的一個遷移 我們最主要的一個目標 其實都幾乎規劃在我們臨港的第一排 那我想詢問 等一下有可能請市長回覆一下 我想詢問一下市長 針對於第一排的部分 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想法 包含了我們新設的一個郵輪轉運中心 以及未來我們有一些新興的一個 國際企業研發的中心區 都即將要進入我們港區的部分 但是最主要的我想不只是所謂的第一排的一個建設而已 針對於第二排的部分 包含現在我們的一個山沙灣區域的一個規劃 以及對於我們少船頭區域 一二路的一個商圈附近的一個狀態 我想是不是可以請市長大概簡單的一個陳述一下 我們現在對於我們港區第二排的一個部分 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跟想法 好 謝謝 這一個第二排的部分我想很重要的就是 一二路少船頭這邊的老街的再造 那這個往中正公園的一個樹梯呢 從這個舊的二分局這個地方上去 所以未來從這個大家現在看到東岸的這個 港湖大樓現在正在增改建當中 那未來在信四路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游人旅客的一個出入口 這個出入口會直接會正對著這個樹梯 所以未來信四路這邊 未來會是游人旅客很重要的另外一條動線 除了從我們文化中心前面這邊進出口之外 那從這個地方往這個我們的廟口地區來做衍生跟連結 那就是一二路老街的一個再造 那過去當然市政府曾經有過一二路的一些想法 不過後來基本上是失敗的 為什麼 因為在一二路的端點這個地方沒有其他的一個動線 還有其他的一個特色 那未來我們在這個中正公園這個樹梯建置之後 樹梯的下面會有小型的這個藝紋或者展覽的一個 還有包括一些輕食餐飲的一個空間活動的空間 樹梯本來就本身就會是一個地標 那樹梯的橫過去中正公園這個祖寶壇的這個地方 未來在這個結構的部分 可能會是一個商業的一個空間 那接過去祖寶壇後方還有另外一個商業的空間 然後包括祖寶壇的這個前面的廣場 這會連成一整個商業活動 甚至包括休憩觀光的一個廊帶 那也就是我們透過這個這樣子一個計畫的串連 再加上一二路老街的一個再造 老屋的這個跟這個老屋 老屋心力重新活化的這樣的一個策略 那就可以一路銜接到我們愛四路的這個夜市 以及到廟口的一個商圈 這個大概是整個的一個構想 那在前幾天也有幾位議員提到我們基隆多雨 那這個可以仿效像日本 他們很多的商店街上面也會有加這個遮雨的這些 也很美觀的一些遮雨的一個頂篷 我覺得未來在一二路的這個老街在再造的時候 以及性四路在串連的時候 因為會銜接到這個往中正公園的一個速道 我覺得這部分是值得未來來進一步來討論 來進一步來進行相關的一個規劃的構想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那其實現在針對於港區的部分 我個人是有港區第二排的部分 我個人是有兩個想法 好 我想第一個 第一個我先集中在我們的一個山沙灣的一個區域 其實這一件事情就是我們一個 這是我選舉的時候重要的一個選戰的主軸 就是我們新市政大樓的一個規劃跟建設 那其實在我想在三年前 在前三年在議會的討論過程當中 其實新市政大樓的一個建設其實 有了一個非常熱烈的一個討論 尤其在前幾年 包括在選址 以及預算的一個工房上面 那其實非常的精彩 那在去年的時候我們市政府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市政府也有提出 相關的一個規劃預算及想法 但是在議會遭到否決跟刪除 那可是我單就認為 首先我還是要先感謝一下市長 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有聽取本席的意見 那在我們三沙灣現在的一個 就公車處的修理場這個場域 就是新市政府大樓的一個預定地的一個場域 那先暫時開闢成為一個臨時性的一個停車場 那提供給我們三沙灣居民的使用 那在這邊我首先還是要再感謝我們市長以及交流處 各位同仁的一個辛勞 那針對於回到本案 其實針對於新市政府大樓 對於我來講 它其實是對三沙灣地區 港灣的第二排 重新在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核心計畫 那其實因為配合著所謂的軍港及貨貨港西遷 未來在中正路領海側 將會有一個新的一個計畫的一個進行 那它未來也可能會成為我們基隆市最有魅力 而且最好發展的一個區域 那其實對於新市政府大樓來講 我想在一個公有的一個土地上面 一來是市政府其實它更新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包含所謂的現在各局處 其實它散落在基隆市各個大小的一個行政區 對於整體的一個洽工來講的話 或者是行政效率來講的話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非常多的一個市民 其實它到市政府洽工的時候 往往才發現 他們要洽工的一個場域 它其實並不在市政府內部 那這也在前幾年的一個討論當中 認為新市政府大樓的一個興建 是必要性的一個結果 那對於這個選址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是對於區域性發展來講 具有一個重大的意義 本身的一個市政府大樓 其實我並不是這麼大的一個care 可是重點是它可以有機會 來重新帶動整個東岸的一個經濟 跟整個區域產業的一個發展 包含選址的有可能在新政府大樓 落指在山沙灣地區之後 它可以帶動整個山沙灣地區 可能老舊房屋未來有一個更新的可能 包含老舊的一個山沙灣市場 它未來也可以被思考為再造的一個可能性 包含了整個整體的一個交通規劃 能夠有一個重新的來做一個思考及調整 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徹底的改變 所謂的山沙灣地區 及大沙灣地區的一個區域的一個發展 甚至跟如同剛才市長講的 如果我們義二路的整體的一個狀況 能夠有大型的提升的時候 我們甚至可以把義二路的整體的經濟的能量 那牽引到山沙灣這個場域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在市政府 在今年的一個預算的一個提出的時候 是否能把新市政府大樓的一個計畫的相關的預算 再次來編列 請問一下市長 好 謝謝 其實之前有一些媒體在採訪我 大家都很喜歡問說 市長你覺得未來四年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我想最重要的工作當然就是整個基隆市港的一個再生 還有大家很了解的河谷郎帶的一個發展等等 不過他們之前問我說最遺憾 覺得還沒有完成的事情是什麼 我之前其實都沒有回答 因為覺得其實我們已經 這個很有一些成果了 不過今天因為張藝人特別提到這個 其實我覺得如果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新市府大樓沒有辦法定制 新市府的大樓沒有辦法推動 我覺得這是我擔任市長以來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覺得最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這個議員大家意見很多 不過我說實在 這個我們選擇在舊的這個公車的修理場 是經過非常審密的一個評估之後 它是最佳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大家會從現在去想像未來 沒有辦法去想像說未來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未來的新市府的大樓也不會只有那一塊基地 大家知道現在東岸的整個軍港的遷移 還有包括貨櫃場的一個遷移 未來甚至大膽一點去想像的話 未來的新的市府大樓甚至是有可能跨到港邊的 跨越這個中正路然後到港邊的 這將會是一個非常精彩 而且我相信是一個非常有高度跟國際級的一個市府的大樓 另外當然之前有一些議員在關心說這個交通公共運輸的問題 我想在每個縣市的這個新的市府的大樓 很多都不是在原子重建 絕大多數都不是在 我想應該這樣講 各縣市的新的市府大樓 絕大多數都不會在限制重建 因為限制重建的一個限制性會非常的多 而且帶來的效益說實在會 帶來的外延的效益其實是比較低的 所以新的市府大樓定止之後 當然相關的公共運輸的路線也會配合的調整 就像說現在台北市政府在現在的新一計劃區 以前新一計劃區也是荒煙曼草一片 那可是在這個地方之後 你看它帶動了整個台北市整個都市結構的一個調整 新的商圈的一個出現等等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現在已經是第二任的第一年 即便是今年的下半年我們編列明年的預算 那個明年的預算開始執行 也已經進入我的第二個任期的第二年 說實在是已經慢了很多 如果是到了今年我們 我想我在這邊要跟詹元回這個來說明的就是 我想我們在今年我們還是會提新的市府大樓的預算 當然我們會更努力的在正式向大會提出預算之前 我想今年我們會事先到各黨團去跟所有的議員來再做更清楚的說明跟溝通 當然最後還是希望最後是能夠得到一個支持 那我必須補充的是我們即便今年編列明年預算通過 說實在我都不一定有把握能夠在我的任期之內完成規劃跟設計 甚至是動工 不過這個事情是基隆市長遠的一個工作 現在不做以後一定會後悔 而且現在不做以後只會更貴 那基隆市政府我們現在的這一個辦公室就像 比基隆市的七個區的區公所都不如 我說實在 所以的確市府的大樓有改建迫切的一個需求 還有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 前陣子我們市政府發生資安的問題 我也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我們市政府的資安的機房是根本沒有地方放 所以把所有的局處分散在外面 是非常不利於整個基隆市政府的效率 會增加很多的行政的一個成本 內部溝通的一個成本 還有包括市民要來這個洽工的一個成本 所以我想真的是有迫切的一個需要 我想成功不必載我 但是這一步我想是大家應該要努力把它踏出去 我相信對基隆的未來會更好 謝謝 好 謝謝市長 那針對於剛才另外一個部分 是我們在一二路商圈的一個延伸 我想剛才非常謝謝市長 對於整個一二路未來商圈的一個整體的破壞 其實同樣的我也跟市長有一個同樣的想法 那針對於剛才市長有講過的部分 我就不多加來贅述 那最主要的一二路的最主要有兩件事情 可能接下來也要請市政府 來積極來協助來做改善 第一個其實就是針對於本次的一個提案討論當中 我有針對富貴市場的一個改建的一個部分 來提出了一個我的一個具體的一個想法 那其實我還是希望市政府在未來 因為富貴市場它處於哨船頭以及我們港區第一排 以及三沙灣三處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樞紐 尤其它就是一個中心的一個商業區 希望在未來的改建的時候 本來還是一樣繼續提案 希望把它列為重要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項目 繼續來積極爭取前瞻基礎建設的一個 市場改建的一個計畫的一個預算 那來加速這一項政策的一個推行 那另外一個我這是一個本席的一個想法 那未來如果如同市長 剛才提講的一二路商圈 如果有機會重新的一個再造 配合我們的一個城鎮之心的計畫 配合我們希望之秋改造的一個計畫 未來它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 旅遊觀光的一個景點 甚至是一個藝文的一個場域 但是接下來應該要開始思考的是 我們市中心區的停車空間真的有限 那現在我們在一二路底 中船路口 那邊有一個以前的那個叫做本康 那在之後因為八山之後 這個本康現在已經撤除掉 現在來作為一個交流處理來管理的一個停車的空間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具體發展起來 其實停車的需求未來會變 勢必會變成那個場域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配合著我們的一個軍港遷移之後 也有很多我們的一個郵輪的一個到時候旅客 來停車的一個空間需求 我在這邊想要建議一下 市政府可以不可以針對這一塊的一個停車的空間 是不是可以向中央來爭取經費 來做一個立體的一個停車空間使用 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教育處長答覆一下 針對這個立體停車場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會請書來辦理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也要爭取中央的前瞻預算 但是它也有它的額度 那這部分我們會盡力來爭取 好 謝謝處長 好 那針對於這個部分 我先告一段落 那最主要接下來我要針對於 這本席在就上任之後 那遇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這一個東西我認為是一個政府部門 其實大家先看一下上面的一個公文 可能它不是很清楚 那原原我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是我們在中正路393巷 正兵漁港旁郵局 道路一個鋪設的一個狀況 那在兩個月前 我有在現場辦理了一次的一個會刊 那會刊召集的包含了所謂公務處產發處 以及國務財產局 針對於郵局前面的一個道路破損 做一個限定的一個勘查 那其實我為什麼會辦理這個會刊 是因為以前它有一個違建 那占用在國務財產局的一個土地上面 經過我們都發處的相關的一個排除了之後 留下了非常多道路的一個坑洞 那其實因為它正好在郵局的正前方 那非常多正兵地區的一個市民 經常往來郵局在做穿梭 那但是因為坑洞非常的大 所以我希望協請相關的單位 來現場辦理會刊來做坑洞的一個處置 那在辦理會刊完了之後 現在看到上面的這是兩次會刊的一個紀錄 那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們公務人員 行政上的一個態度的一個問題 在會刊的一個結論上面 這個是基隆市政府發給我的一個會刊的一個結論 因為可能文字上的關係 畢竟不是那麼清楚 那我唸給大家聽一下 就是前面的會刊所提的會刊內容改善於事 經查土地是國有參與局所有 其土地以公私人設定地上權使用收益 相關的事已請國有財產署 本於權責來做著處 另外一個是我們國有財產署發給我的一個 一個他們提供的一個結論 他說此路段的破損一案 因為該路段是提供公眾通行使用 那麻煩基隆市政府 就主管機關的權責來做著處 我想詢問一下我們公務處處長 這兩個公文 就我而言 或者是就一個地方民意代表而言 我可以看到的是我們這兩個單位 我想公文非常寫的非常民主 我們根本在互踢皮球 那這個東西到底權責是屬於誰的 這個雖然說 但我現在先跟講一下 國有財產局它給我的一個想法是說 它這個是國有非公用的一個相關的土地 它本來 這是我致電於國有財產局 它給我的一個回覆 他說這個本來的一個使用的劃分 就是由道路的主管機關 由縣市政府 地方縣市政府來做處理 那公務處給我的說法 當然就如同公文上面 它是一個國有財產局的土地的一個使用 它本身作為一個土地所有權人 本身就應該要做這樣的相關的處置 但是這個問題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個案而已 它是全基隆市的一個通案 甚至是一個全國的一個通案 在面對我們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一個互踢譜球的一個情形 到底這個狀況該如何處置 我想詢問一下公務處處長 謝謝張議員的關心 我覺得這個個案 因為整個的使用分區是漁港專區 就跟中山山路以後的港區範圍線的 其實誰在維護管理 是港務分公司在維護管理 其實那是很明確的 它是漁港專區 所以應該是 我不知道 公用的話 一定是漁業署去管理的 非公用的部分 就會到國產署 所以應該是非常明確 而且 國產署管理的財產 應該是可以做一些利用或處分 它可以收益的 所以當初它有違建 然後違建 它的土地 我們後來查到 有設定地上權 可是那些財產是可以有收益或處分的 我覺得 很明確的應該是國有財產署 它要去管理的啦 我覺得假如 連國有土地所有東西 都要地方政府來 維護管理的話 我覺得金融政府應該吃不消啦 不是啊 啊 處長 那為什麼國有財產局 會給我這樣的一個回覆 我覺得應該是國有財產署的 不知道他們人到底有沒有來現場看 有沒有跟中央的 因為涉及到各部會的問題 其實我今天想要講的是 其實我不管今天到底是所謂的 金融市政府的一個責任 還是國有財產局的責任 對於一般的一個市民來講 他看到的就是一個 開闢型的一個道路 開闢型的道路了之後 他看到路面上有坑洞 他是希望說 他今天 人民也不會去管理說 到底是誰的一個權責啊 他只希望說這個路到時候 能夠維護好了之後 能夠減少他們發生 可能是受傷的一個可能 那今天我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個機制 是不是可以 作為一個平台的一個討論說 到底遇到這樣的一個通案的狀況之後 到底是誰處理 不要到時候這個東西就是放著 那永遠都放著 事情沒有處理好的一個一天的時候 對於人民來講 他看到的就只是各個單位在踢皮球 那這個事情沒有處理完的時候 一旦發生了真的 如果人民不幸的一個跌倒 發生國賓案件的時候 到底是誰該處置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現在這個階段 必須要面對的一個事實 當然我今天詢問了 你們講你們的 市任府講市任府的 國有講國有的 那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啊 還是放在那邊啊 那到底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說 處長 這部分 你的回覆是說 未來我們要什麼樣的一個機制 來協助來處理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也趁這個機會 大概因為跟中央跟地方 還有一些權責要去釐清的 這部分我們也會跟立委辦公室 做一個進一步的討論 跟把討論的方向跟提案先拟出來 然後後面請立委來召開協調會議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好 以上是我們張浩漢 及民政黨團的聯合質詢 時間到 我們休息十分鐘